我是团长 这两天的A股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反弹 尤其创业版两天的上涨 已经回到了周一大跌之前 团长在上一期视频中 跟大家讲到了 要敢于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去买入 暴跌就是机会 相信在周一千股跌停为国护盘的投资者们 都受到了市场给予的奖励 这期视频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股神巴菲特 他是如何从容地面对美股四次暴跌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次暴跌 对应的巴菲特的回忆 成功的选股者和股市下跌的关系 就像明尼苏达州的居民和寒冷天气的关系一样 你知道股市大跌总会发生 也为安然度过股市大跌 事前做好了准备 如果你看好的 随其他股票一起大跌了 你就会迅速抓住机会 趁机更多的买入 1929年 这一年美国股市崩溃了 这一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始了 次年 一个叫沃伦巴菲特的孩子出生了 巴菲特曾经说过他非常喜欢1929年 并且始终对1929年的股市崩溃 有一种亲切感 因为那是他生命的起点 而且呢 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位股票经纪人 如果说起缘分呢 巴菲特看起来真的是和股市暴跌十分有缘 他总共经历过四次股市暴跌 其中呢 三次标普五百指数跌幅过半 巴菲特面对暴跌的经验呢 可以归纳为呢 淡定 我们来看 则第一次暴跌 它是1973年1月到1974年10月份 指数呢 暴跌的50% 1973年1月11号 标普五百指数呢 最高121点 到74年10月4号的时候 最低点只有60点了 股市的暴跌呢 就像发生火灾一样 所有人都想赶快逃离 纷纷不计成本 底下抛售 巴菲特却非常淡定 重重隆隆出手 大胆买入 他早在1969年9月 就退出股市 然后一直抱着现金 等待估值过高的股市暴跌 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呢 虽然一年之后的 1970年5月26号 股市最低点 跌到了68点 但又迅速反弹 连续上涨了两年多 到73年1月11号呢 标普五百指数又到了 最高121点 之后呢 才开始下跌 一直到7月74年10月4号 标普五百指数呢 到了最低点60点 巴菲特呢 等待暴跌 一等就是五年 等了那么久呢 终于 到了出手的时机 那么这一次 巴菲特呢 面对暴跌的启示是呢 不要低估市场的疯狂 高估值 持续的时间呢 可能很漫长 等待市场恢复理性的过程 不会一番风顺 其间呢 要淡定 有耐心 因此可能要等上几年 这个是美股 给巴菲特的启示 但在我们A股 我们会发现了 暴涨暴跌 有的时候 不要谈几年 甚至不要几个月 几周也不需要 可能也就几天的时间 我们这一次就非常明显 周一大跌 周二周三 疯狂大涨 所以 巴菲特的这个启示 放到我们A股来说呢 可以见效得更快 因为A股的波动性 时间效应呢 更为明显 这是第一次 我们看第二次 1987年8月 到1987年10月 指数暴跌了36% 这一次呢 股市跌得快呢 反弹也快 结果巴菲特只能遗憾 没有时间 让子弹飞 面对暴跌匆匆 而又匆匆而去的投资机会 巴菲特呢 仍然非常淡定 因为他相信 下一次机会还会来 只要耐心等待 在1987年度呢 至股东的信众呢 巴菲特回顾大跌 对伯克西亚公司来说呢 过去几年股票市场上 实在没有发现什么投资机会 1987年10月 确实有几只股票 跌到了让我们感兴趣的价位 不过呢 还没有买到 对组合具有影响意义的数量 他们就大幅反弹了 到87年底 作为永久性的持股 和短期套利的持股外呢 我们没有 其他任何大规模的股票投资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市场呢 将来一定会提供投资机会 而且一旦机会将来来临呢 我们十分愿意也能有能力 好好把握机会 这一次呢 巴菲特得到的启示是 有时候呢 暴跌来匆匆去也匆匆 让你无法抓住 抄底良机 对此同样要淡地 不要因为 试图把握住每一次机会 而自责 甚至呢 投资行为失控 果不其然呢 暴跌呢 第二年机会来了 巴菲特开始 大量买入可可可乐 到1989年呢 两年买入可可可乐 10亿美元 94年呢 继续增持 97年呢 巴菲特持有可可可乐的股票市值呢 上涨到了133亿美金 10年呢 撞了10倍 这是第二次 我们看第三次 2000年的3月到2002年10月 暴跌了50% 巴菲特早就预言 科技网络推动了这波股市大涨后呢 泡沫必然破裂 尽管股市三年跌了一半 巴菲特却并不急于抄底 因为他想买的很多股票 还不便宜 2002年 至股东信中 在暴跌之后 巴菲特依然非常淡定 在股票投资方面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行动 这个扎里芒格 跟我呢 对于 伯克西尔公司目前主要的实股 感到越来越满意 因为这些公司的收益在增长 而与此同时 市场对其估值却进一步降低 不过现在还无意 增持这些股票 虽然这些公司前景良好 但我并不认为其 纳债价值 内债价值 被市场低估 在我61年的投资想象中呢 其中约50年都有这样的机会出现 今后也一定会有很多类似的好年份 但是呢 除非发现至少可以获得10%的最前收益 的概率非常高的时候呢 否则我们宁可 闲坐在一边观望 到03年 巴菲特呢 终于开始出手 买入中时由 05年呢 大归罗买入 投入 股市的资金规模呢 从02年底的90亿 猛增到160亿 巴菲特呢 面对第三次暴跌的起势是呢 暴跌后呢 有些股票未必便宜 抄底要淡底 因为即使是市场呢 大跌了一半 并不代表你想买的股票 也大跌一半 而且有些股票 即使大跌一半 也未必便宜 这是第四次 第三次 我们看第四次 这是07年10月份到09年3月份 暴跌58% 在市场恐惧气氛最大的时候呢 08年10月17号 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 发表了文章公布呢 我正在买入美国股票 在文章中 他再次重申他的投资格言 在别人贪婪时恐惧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 他在09年 度质股东的信中说 暴跌时要贪婪到 用大桶接 如此巨大的机会 非常少见 当天上了下金子的时候 应该用大桶去接 而不是用小小的纸环 巴菲特在这过去的两年 接金子的桶有多大呢 08年初 他持有了 443亿美金的现金资产 之后呢 还留存了 07年度 170亿美金的营业率了 然后到2009年底呢 他们的现金资产 减少到了306亿美金 巴菲特之所以 能够在金融危机的暴跌中呢 如此淡定的大规模投资 关键在于 他对于价值投资的坚定信仰 过去两年 对真正的投资者来说呢 是最理想的投资时期 恐惧的气氛 反而是投资者的好朋友 从巴菲特第四次 面对暴跌的启示呢 就是暴跌越狠了 超低越狠 巴菲特说 投资最重要的是理性 但在股票投资中 最困难的就是保持理性 尤其是在暴涨和暴跌中 保持理性 就拿我们 在本周一A股市场的暴跌中 它是创了近23年以来 最差的开盘 3000多只股票跌体 如此的恐慌 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在这样的恐慌情况下呢 护港通 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大规模流露 近200亿 也创出了历史新高 外资作为最理性 最有投资能力的资金 他们能在这样恐慌中 去大笔买入呢 也是践行了巴菲特 在别人贪婪式恐惧 在别人恐惧是贪婪的原则 那么对于未来呢 我们肯定还会遇到暴跌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只要股市在存在 暴涨暴跌 尤其在A股 非常频繁常见 我们在很久之前的视频中 讲到了巴菲特 在美国股市不断新高的情况下呢 手握千亿美金的资产 巴菲特不为市场上涨所动 因为他预料到下跌呢 迟早会来 并不持最后的这个余位行情 因为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呢 又创了历史新高 但是呢 涨上去的就是风险 跌下来的就是机会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呢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 机会呢 就在于暴涨暴跌之中 最大的利润 也在于暴涨暴跌之中 在我们A股市场 尤其不理性的投资者居多 所以这样的效应 会释放的更明显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 巴菲特呢 对于他所经历的 四次暴跌行情的体会 和他的实际的操作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呢 会讲 巴菲特呢 在混乱和动荡的时候 最适合买入股票 以及 为什么最适合 和我们应该具备 怎么样的 基本素质 我们下期视频 再和大家做讲解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我是团队